蔡徐坤 还是非常接地气的 有网友偶遇蔡徐坤现身音乐 他身穿便服 却自带气场 粉丝完全当不了姐姐粉 蔡徐坤邓博晒出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坤坤和两位男士的合影 第二张照片是和一位男士的合影 去网友介绍这些男士可不是普通人 其中有一位是荷兰DJ马丁盖瑞克斯 同时他还拥有另一个身份 音乐制作人 他还是百大DJ世界第一 俗话说 物以类举 优秀的人总是互相喜 蔡徐坤能与这样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合影 并在微博上晒出照片 可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而粉丝们看到蔡徐坤晒出的这两张照片之后 也特别的开心和激动 因为坤坤又交到了新朋友 而且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那么蔡徐坤在发完微博之后又会去了哪里呢 有网友在台湾音乐节上偶遇到了坤坤 现身音乐节的蔡徐坤身穿便服去自带气场 粉丝看后评价道 完全当不了姐姐粉 这是一张路人在音乐节偶遇蔡徐坤拍下他的侧颜 坤坤身穿黑色的剃去短袖 耳朵上只带一个非常简单的耳坠 他的头发完全是顺毛的 而且刘海还遮住了眼睛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很小的银色吊坠 鱼耳坠摇香呼应 看起来没有丝毫的为何感 虽然坤坤穿的是便服却自带气场 他站在那里就是降临人间的王子 舞台上的表演好似非常的精彩 蔡徐坤正专注地看着前方 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有人在拍照 在蔡徐坤的右侧 有很多参加音乐节的人正聚在一起聊天 大家看上去都非常兴奋的样子 而远处则有霓虹灯发出五彩的光 趁定的坤坤的皮肤更加的红润 看到蔡徐坤健身音乐节 身穿便服却自带气场的样子 网友纷纷留言 蔡徐坤你真是太帅了 这可让别人怎么活 而且坤坤的生徒真的比修过得能打 这是真的帅爆了 如果我不认识蔡徐坤 当个路人也会被坤的颜值吸引 完全当不了解决粉 看完这种图我还能好好找男朋友吗 还有粉丝留言道 看上坤坤很开心的样子 虽然他只是穿了一件便服 但却自带气场 他真的很好看 生徒更好看 超级大帅哥 你遇到都不敢上去搭讪的那种 因为太帅太酷了 我要是偶遇这种大帅哥 我可能走不动路了 而且路人拍摄的这个视角就是男朋友了 感觉我完全当不了姐姐粉 怎么办 我要当女友粉去 蔡徐坤县声音乐节 身穿便服去自带气场 粉丝大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